大家好,我是五一张鹏 今天为大家分享擦胸的这个动作 它可以帮助你消气、顺气 尤其是你爱生闷气 长时间的积聚的气在胸口 会产生胸闷或者是憋的难受 那么这个方法特别的好用 大家在做这个方法呢 一定要选择用你的手掌 或者是我们的掌根来做 它的会更舒服 好,下面呢,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和练习 首先呢,把两个手放在一起 一定要搓着 现在很多的人的手的温度是比较偏低 而且有一些人严重的是冰凉的 当你的手冰凉放在身体上 自我感觉一下是非常不舒服的 那我们把手搓着 搓着了以后呢 把我们的掌根或者手掌 从我们的胸前正中线这里就可以轻轻的往下 好,一直踏到我们的肚脐上方中腕这里就可以 好,这手正好带过来 然后另外一个手也是一样的 好,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,大家做的时候呢 看我很轻松 是不要用力 手掌轻轻的贴着我们的皮肤或者衣服 就可以然后轻轻的慢慢往下拉 好 拉到我们肚脐上方中腕这里以后呢 往下手 看他往下带一下 好 然后再来 拉过来 好 往下带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好 这个有重点就是第一把手拖着 手一定要是热的去做 第二个 做这个动作不要用力 第三个 我们手擦到下方的时候 手向下一带一翻掌 好 好 每天呢 坚持做个100次 那么帮助你顺气 调理你胸部的一些问题 胸部的效果是非常好 今天呢 这个方法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和我经营交流 谢谢